山高高有乌 水潺潺无凡 山高水深有刺在前涯 思想很时常 日常常有情 月弯弯无缓 日出月落 尽眉烧尽唐 故外雨断肠 夜难飞 恨难随 北望夹山梦里归 心来人憔悴 似不断 情何舍 眼后深处心耳随 怎奈可相随 碧一鸟 双双飞 双染冰江 心月催 又一辆加飞 风淘寂 歌声飞 天高海阔混一回 相见满眼泪 满眼泪 kitchen 库民 天高海阔 天高海阔 波路 也得早 光天高海很急 天高海阔 劲 大夫 大夫 怎么样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一些偶感风寒 那下面怎么办呢 我给你开个方子 你记住按时让它服用就行了 这边开 这边 爷爷 我想去教书 这样一来能铁补一些家用 二来 我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念书 书能自通 你看这样行吗 只要你心里有数 我看行 你呀 这书算是没有百年 我去陪他妈呢 行 求菩萨保佑 保佑于平一家 平平安安 对 我去放任何 Liv 最能让你比不平 我去找你 是 得 lung 很快 ぐ 但是我去找你 最喜欢的 就怕洗脑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即使用脑子 妈 这可大意不得 大夫的话也不能全心 以他这么说 这世上就没个大伙人了 人吃了五股杂粮 谁的身上没点毛病啊 妈 我先吃药 大夫 天皇 怎么了 北美 你有没有看到雨平啊 没有 他应该没那么早吧 还早呀 都已经中午了 他 他 他什么呀 他到底在哪儿干什么 去了怎么不来呢 他 天荣你怎么回事情啊你 好了好了你 你告诉我行不行 你要是朋友的话 就告诉我真相 邓雨萍到底在哪儿 他做什么去了 怎么不来呢 好了你先别吵 雨萍让我告诉你 他不来上学了 白妹 白妹你别这样白妹 雨萍 不 现在我该叫你邓老师了 听王校长介绍啊 你是三台中学的高材生 你能来我们学校 我真的很高兴 虽然你在我们这儿 暂时是代课老师 但终归有份工作做了 你有什么事啊 就尽管找我 王校长和我是朋友 他跟我介绍了你的家境 像你这么虔诚远大的 优等生辍学 真的很可惜 不过你确实情非得已 谢谢校长给我你的机会 你先交一段时间 三年级的语文和美术 以后我们再调整 这是你寝室的钥匙 你先把寝室收拾一下 记住 缺什么就跟我说好了 谢谢校长 谢谢校长 白眉天蓉我一切都好 别怪我不辞而别 原因就不说了 我现在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就是在城南小学教书 这里清雅我很开心 很想和你们一别 又想我们还能够见面 图天那些伤感做什么呢 白眉一定生气了 天蓉替我给她讲个笑话吧 我也是怕她拦着我 她的好心我能理解 可她毕竟不了解我的境况 情非得已啊 作为男人 我必须自食其力 我根本不可能再让父母来供养我 这样我心里会万分不安的 现在我做了代课老师 就是想要靠自己来解决问题 不想靠你们又是钱又是要的来帮助我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 好了 有机会来我这里玩赏 我万分欢迎 玉萍 这个人说她什么好人 白眉 白眉 你别这样 她有她的苦衷啊 你们合起来一块骗我 不是 玉萍有玉萍的想法 咱们得尊重她的选择是不是 我知道 天荣 承恩小学离这挺近的 我们一块去看看吧 你不生气了 我还不懂她呀 惹惹我生气 一会儿见到她以后 你替我揍她一顿 有有有 好嘞 我帮你揍她 我也要揍她一顿 走 抄家伙 你们找谁啊 你好 我们找邓与萍的邓老师 邓与萍 没这个人呢 不可能 她明明就在这儿 不可能 我都在这儿学校待了好几年了 学校一共就这么几个老师 我闭着眼睛闻着味儿都能知道是谁 你这人怎么在 那个老师 邓与萍老师呢 是刚刚转过来的 一行方便 你别说一个大人 就是一只苍蝇蚊子 我也得把她拦下来 问问她是打哪儿飞来的 怎么回事啊 小长 这两个人 冒冒失失往里闯 说是找什么平 什么刚来的老师 你们是她什么人啊 同学 同学 一派胡言 是现中学的同学 她刚来这儿 来吧 跟我一起来 小长 您好 找我有事儿啊 不是我找你 是你的朋友 是你的朋友啊 对啊 所以我可以从来 是她的女孩 是一生的恶蚊子 刚开始解读 我嫌疑是变中的 也是一切 你想优优独立的 我喜欢 想优独立的 我喜欢你 有红龙子 我喜欢你 就是我 誰是雪餐 怎麼那麼久 а春天怎麼啦 沒聽說過啊 春寒廖鑨 洞莎年少 冷著呢 這幾天 怎麼再也覺得 春天怎麼了 这儿挺冷的 我出去转转啊 怎么不说话 为什么要说话呢 既然来了就说几句呗 没什么可说的 生气了 我哪有资格生气啊 你看 这不还是生气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 你找我干吗 我想告诉你 你不用告诉我 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不这也是来了吗 现在跟我说有用吗 我想告诉你的事 我只想说 我只想说 你要说什么 我 没什么 咱们出去走走吧 我哪儿都没想过 我去哪儿呢 你送你给你 我去帮我 但是我去帮我去帮我 你们俩刚刚不是好好的吗 好什么呀 我总觉得他有话要跟我说 他又不说 你没问他呀 不是你风格 我一肚子的话想问他 可是我总觉得他心里有心事一样 要不就是他不想跟我说 你呀你呀 雨萍的妈妈生病了 她之所以来城南小学做代课教员 就是因为她想贴补家用 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 雨萍有她自己的自尊 她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改变这个事情 再说了 我要跟你说了 你又是要 又是钱 人家要也不是 不要也不是 这样反而还耽误你们之间的交往 可是 可是我真的很想帮她呀 雨萍跟咱们是好朋友 好朋友之间出现困难了 大家出来帮助 这是好事 可是雨萍希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她现在走出这一步 她是好样的 有的时候呢 钱并不能够帮助人 贫穷也有贫穷的自尊嘛 知道了 再说了 雨萍的妈妈病情已经好转了 咱们就当不知道这回事 你说呢 你 对吧 这样就对了 雨萍跟我们是好朋友 她出现困难一定会告诉我们的 到时候呢 我们再出手相助 合情合理啊 是不是 这样到时候她挣了钱 让还还咱们钱 小气鬼 是是是 我小气 你大气 我也很小气的 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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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白梅 白梅 你别走啊 你别走啊 你着急干嘛去啊 我都好几天没见你了 我要上课去 你上什么课啊 你干嘛呀 我给你看个好玩的 我给你看个好玩的 抬手不打笑点的人 瞧你 发什么火啊 白梅 谁让你配的呀 黎龙 黎龙 别喊了 烦不烦啊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完了完了 又浪费一张胶卷 你个臭小子 你忘本了是不是 给你妈照相 还说浪费胶卷 这相机怎么来的 要不是我在你爸面前求情 回来啦 来 帽子 雪楼 我站住 这儿 学校开学了吗 我问句话呢 开了 开了为什么不上课去 刚开 也没什么事 功课也不紧 还不如在家陪爸陪妈呢 我用得着你陪呀 站好了 来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 哪点像我爸玉山的儿子 将来啊 我看你就是个啃老子的祸 哎呀死鬼 怎么耍儿子的嘛 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一天到晚就知道瞎祸 书也不好好读 走 将来能有什么出息 这有读书才有出息啊 那你说还怎么着 哎呀行了行了 别让儿子在这儿受罪了 玲瓏 快 回国读书去 你呀 你呀 他全让你给惯了 哎呦我看咱儿子啊 就不是个劳碌的命 既然他不愿读书 趁他年轻 哎 趁着啊 你还在局长的这个位置上 赶紧给他说个媳妇啊 最好给他找一家 有钱有劳的人家 这年头啊 钱可比什么都重要 嗯 有理 你同意了 嗯 那我赶紧问问他 有没有他争议的 哎 你等等 回头儿别给他 把老子问出一堆 争议的了 去个死鬼 来 真的 妈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爸愿意 开始呢 也不愿意 后来想想也想通了 你想啊 我们年纪这么大了 把你给惯坏了 赶紧给你娶个媳妇 好接我们的班哪 你转什么转呀 赶紧坐下跟妈说 有没有相忠的 有 谁啊 她 是她 是她 昨天我到县教育局去了 蒲局长说 全省要举办一个 师生书画大赛 要我们学校啊 也拿幅作品去参赛 邓老师 听说你在书画方面很不错的 你拿一幅作品去参赛吧 我 不行 我平常都是画着玩的 你就不要客气了 你的画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样吧 三天后 你把画拿给我 我带去给扑局长 怎么样 你在生活方面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的话跟我讲好了 没有了 都挺好的 那天找你的女孩 是你女朋友吧 她是我的同学 也是我女朋友 走走走 白少爷 请你可是真不容易啊 别 马局长 我受不起 我就是个吃哑巴亏的二百五 白少爷 你看 你把这儿话都说到哪儿去了 白少爷 来来来来 先干上一杯 别 马局长 鸿门宴的酒 我可不管你沾 白少爷 你真说的什么话呀 你可真会开玩笑 马局长 这样吧 有什么话 您也别兜圈子了 直说好了 好 白少爷痛快 白少爷 其实呢 也没什么事 我只是想管白少爷 要一样东西 要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如意算本打得不错 老爷 老爷 我看看 你看 他儿子和我们梅儿的八字还很合呢 老爷 梅儿也不小了 照理说呢 也应该找个婆家了 总不能老看着她跟那个邓雨萍混在一起吧 我觉得邓雨萍这个人不可靠 那他马玉山就可靠了 那这个怎么回呀 就这么回 我去 现在我们学习一篇 关于春天来了的课文 叫春姑娘来了 春姑娘来了 春姑娘来了 春姑娘轻轻地飞来了 春姑娘轻轻地飞来了 她飞过高山来到江河 她飞过高山来到江河 她飞过森林来到田野 她飞过森林来到田野 她把春风春雨送到人间 她把春风春雨送到人间 老师 外面有人在看我们 好好上课 现在大家一起自己朗读一遍 春姑娘来了 春姑娘来了 春姑娘轻轻地飞来了 Charlie 沈总 小肃宗 你要干什么你这是 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混账都变 过分一下 快想想办法吧 告诉我 我要自杀 想想办法 你快想想办法呀 想办法想办法 没人我也请了 离我也送了 人家不同意 你说让我怎么办 我不管 我就要白美 要要要 那是一个大活人 又不是街上的东西 你想要就要啊 你是警察局长 这个都办不到 你还干什么 就是啊 兔崽了 有你就要跟你老子说话的吗 你扯我不把你嘴里你死了 你你你 你 玲珑 玲珑 别着急 别着急 慢慢来 慢慢来 来 跟你快 别着急 妈 不能太慢了 太慢半面就变成邓一平的老婆了 邓一平 这邓一平是谁啊 就是被狗三炮 打伤的那个穷小子 玲珑啊 你怕他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 你争不气 他能争过你 你们懂什么 我不管 反正我就要白白 你 你明知道那白兰远 把我都给喊透了 你非得要娶她的姑娘啊 那是你的事 你们 你们要我白白给我弄到手 我就出家当和尚去 你个甭八蛋 你也说也不像话了你 你怎么打我孩子你 我委屈 玲珑 玲珑 玲珑姐 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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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邓一平啊 你说她是哪儿都先生的猴子啊 我不管 我告诉你死鬼 你是警察局长 这么点事你都办不了 你白想这么大的个子了你 你怎么到这儿来找我了 怎么了 我都看看你吧 你爸最近好吗 还好呀 我爸说呀 要再跟你聊聊天 你爸最近好吗 还让我带她向你道个歉 那你道歉吧 想得美 你说个事儿呗 嗯 有人给我提亲了 想知道是谁吗 谁啊 马玲瓏 马玲瓏 看吧 你紧张的 我爸当时就把没人赶出去了 而且还把理给退了 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提亲的事 马局长来了 里边请 白会长来了吗 来了 狗三爷也在 里边请 白会儿 马去哪 倒酒 好好好 怎么了 这脸阴的 没弹成啊 倒 你 行吗 这刚进门就撒 气死我了 你说这白老眼 他还真有脾气 马局长 我爸爸他没同意啊 答应个屁 还没说两句话 就把那没人给骂出去了 把他彩礼也给扔出门外 我跟您说 马局长 我爸爸就是这种人 上了轴啊由言不尽 你说这白来眼 他也能说得出来 现在说不定了 这满三台的人都知道了 我马一山提琴 没提成 让人给哄出来了 我这脸丢大了 马局长 别急 我看这事呢 得慢慢地嘞 这样啊 等等 等几天 等白老爷消了气 再找个人去说喝说喝 就差不多了 别急 再喝一个 不过 可可 我听说你妹妹白眉 喜欢上邓雨萍了 怎么可能呢 那穷孙 我妹妹怎么能喜欢上她呢 我还听说 你妹妹动不动不 就往那城南跑 是吗 邓雨萍在城南小学当老师呢 什么 邓雨萍当老师了 白少爷 我看这事得你亲自出马才行啊 你想 你妹妹 要是嫁给马局长的公子 这 这总比嫁给那个邓雨萍强多了吧 是不是 马局长 白少爷 这个事如果你要是给说成了 我马一山保你在三南县 你想怎么当都成 你 听见没有 白少爷 听见没有 这好事上哪儿找去 我的爷 你倒给句话了 这 这马局长都说得这份了 这 那好 我想想 想 想什么想啊 必须的 慢点慢点 没人跟你抢 太好喝了 这么久了 我一直想喝您这酸萝卜老牙汤 这回我终于喝着了 那是啊 妈当然知道你想喝这汤了 亲自煮了好几个小时呢 慢点啊 你出汗了 在这里住得还习惯吗 这里的下人啊 就是不比家里的 在这儿住得挺好的 他们这些下人 过了上午才过来的 太行 您稍信叫妈过来 这到底怎么了 什么事啊 妈这先七上八下的 妈 没别的事了 我就是想您了 妈也想你哦 妈天天都想喜儿 妈 这段时间没人干什么呢 别提他了 妈 您看啊 我这当哥哥的还没成亲呢 给梅儿提亲的都排成队 是啊 妈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本来马家来提亲呢 我是想好好地说说 这门亲事 可是没想到 没想到被你爸 愣给摔了人家的理 我跟你说妈 这邓雨萍啊 就不是个好东西 您看 她把我妹妹哄得 迷迷糊糊的 就连我爸爸 现在都糊里糊涂的 我是真担心这个家呀 没那么容易 我告诉你吧 这个家 妈还清醒着呢 她怎么会轻易地 骗得了我呢 你看着 看着我怎么对付她 妈 您哪 注意身体 别气坏喽 梅儿是个直脾气 她得哄 还是我儿儿聪明啊 怎么样 漂亮吗 漂亮 喜欢吗 喜欢 谢谢妈 这弄这套洋玩意儿 淘气 这书啊 没读几天 这鬼玩意儿倒学不少 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 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 都和你爸成亲了 来来来 过来 梅儿坐 你别嫌妈唠叨啊 想跟你说几句话 妈说什么呀 都是为你好 不会害你的 知道了 妈 妈从小怕你长大呀 不容易 没当过妈 你不知道当妈的苦 妈年轻那会儿啊 真是 也没多生几个 就生下了 你和你哥这兄妹俩 现在你哥呀 又这么让妈操心 咱们家 现在可都指望你了 你说说 这三台呀 有几个女人 能跟妈比啊 是不是 是 妈有福气 可是妈呀 也有老的时候啊 妈也希望 将来自己的女儿 也能过上 像妈一样的好日子啊 我才多大呀 跟我说这些干吗 你还小啊 人家银鸭 这孩子都生出来了 是不是 梅儿你说这事啊 妈不替你操心 谁替你操心呢 妈这辈子 最大的愿望 就是我的女儿 能嫁个好的人家 行行行行行 你干脆给我找个有钱老头子 嫁了算了 梅儿 怎么跟妈说话呢 妈呀 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咱不能嫁给那个 要吃没吃 要穿没穿 那个穷小子吧 瘦一辈子苦 如果是那样的话 妈会很心疼的 你说你过来跟我 都说些什么呀 好了好了 你听妈的没错 妈不会让你吃亏的 淘气 又能够好吗 你吃亏的 非常休息 你我要做的 你去吃亏的 你吃亏了 你吃亏了 我吃亏了 你吃亏了 你吃亏的 都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我是在问你 什么 是不是又去找那个邓雨萍了 是啊 可你还能张得开口 还是个代词归重的大小姐呢 这都什么年代了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就不要出门 不要去上学了 好了好了 不要再降嘴了 妈问你一下啊 你马家的亲事 你到底同不同意啊 我才不会嫁那种人呢 再说了 爸不是已经回了吗 那马家的亲事你不同意 你和邓雨萍的那事啊 妈也不会同意的 邓老师 你那幅作品我已经交给蒲局长了 过两天就要送到省里去了 蒲局长啊还夸你呢 说你不仅不仅客上的好 画也做得不错 说咱们三台这个地方啊 要出人才了 谢谢秦校长 邓老师 昨天我还专门为你的事和蒲局长谈了 他说等这学期完了就解决你的事情 到时候你就是我们学校的正式教员了 校长费心了 为年轻人着想嘛 是应该的 你就安心教书吧 有什么事我会为你考虑的 请进 这不是白夫人吗 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你找我吗 对 找你 邓老师 那就这样吧 你去上课吧 好 等等 靳校长 今天我来呢 是想让你给评评礼 是想让你给评评礼 来来 请坐 不必了 秦厂长 你也知道啊 邓雨萍他虽然救过了我们梅儿 但是我们家呀 真的不欠他什么 是吧 他治病的钱我们家给他掏的 就包括他住在医院里面 我们天天给他炖鸡 给他补品 是吧 邓雨萍 你自己说说 可是做人哪 是不是得知足啊 不能得寸进尺啊 就这个表面上 斯斯文文的邓雨萍啊 前一段时间 想尽各种办法 哄骗我女儿 把我们传家的那个 玉镯子就给荡了 拿出来钱给他花 气得我们老爷子 都差点死了 白夫人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行了 你不要在这装糊涂了 吗 黑乔 man 有意思吗 你不要在这装糟里面 你不要在这装糊涂也 高阳中一样 你这走吗 阿丽山的姑娘 美如水扬 阿丽山的少年 穿入山泪 阿丽山的姑娘 美如水扬 阿丽山的少年 穿入山泪 阿丽山的姑娘 美如水扬 阿丽山的少年 穿入山泪 高山长青 千水长篮 姑娘和那少年 永不分那滴水 常为这青山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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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